里面的小姐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按个膜 清一下最后就是大膜这样子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说 你赶快出外然后你赶快走 因为这么便宜 可能翻桌率吧 苗栗警方上个月在苗栗市西市美查 获一名32岁染疫艾滋的越南女子 来台卖春超过半年接客无数 对于这样的消息 不少老司机都感到很震撼 而西市美的导瓜处超过一甲子的历史 总给外界披上一层神秘面纱 一名化名阿金的老司机接受我们的访问 对于和小姐的激战过程也全说了 因为那比较偏僻 所以说其实你去之前 你大概通常会在网路上做一点功课 所以你大概知道你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那进去之后不外乎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先冲个澡 就是这个卫生习惯 那冲完澡之后 那可能里面的小姐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按个膜 那我可能就是清一下最后就打碌这样子 然后结束期就离开 然后可能可以再冲一下这样子 那整个流程大概不太可能超过20分钟 可能就十来分钟就结束这样子 那边的话越南的居多这样子 如果真的要講延遲的話 我覺得有點運氣運氣啦 因為有可能有的很不錯啊 有的就比較差 那可是這種東西就是 蘿蔔青菜各有所好 那如果說你看到你喜歡的就進去這樣 以那個價位而言的話 這個小姐的延遲或是身材 其實算CP之高的 那你有沒有去過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這個環境 我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啦 因為就是那個地方就是也比較偏僻 然後它的價格 就是可能一千多塊 那你覺得你想嘛 那一千多塊你會得到什麼服務 一千多塊的服務就是 就是十幾分鐘啊 就是你不會有什麼太好的服務 那當然那邊可能 我在想可能競爭也是激烈啦 所以小姐們其實就是 在自己化妝打扮上面都還OK 對我個人而言 我就覺得服務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種一千多塊的 它會有它的市場 但是是我不喜歡的那種的 印象最深刻就是 它很明顯的就是趕時間 像你可能去別的地方 可能會按摩一下啊 可能就是放鬆一下聊個兩句 但那邊沒有 它就是 反正你就進來洗澡打扮 洗澡揍 我第一次來這麼低的地方消費 然後得到這麼差的服務這樣子 是小姐態度嗎 嗯 對態度 就是趕時間啦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說 你趕快XX出來 然後你趕快走 因為這麼便宜 可能翻桌綠吧 那你最近有看到那個 苗栗的導光做的那些新聞嗎 有有有我有看到 會不會擔心啊 我不擔心 因為我很久沒去啦 應該這樣講 如果說你今天要出來玩 你自己安全措施本來就要做好 那你今天沒有做好安全措施 不管有沒有爆發這個新聞 你都應該會擔心 還會想要再去嗎 不會 為什麼 它本來就是不是我喜歡的那種服務類型 對我可能希望就是 我們不要那麼急 對因為去那邊我是要放鬆的 我不是要發洩 但我可以理解它有它的市場